近日,中心社记者应邀走进朝鲜平壤,走上街头,探访朝鲜百姓的衣食住行,体验平壤居民的日常生活。 在平壤街头,黄绿两色高楼整齐矗立在街道两旁。 一位平壤市民告诉我们,其中大多数是居民楼,不论是在首都平壤还是在农村,年轻人准备结婚的时候都可以向政府申请免费住房。 一般一户普通人家在没有生育儿女的情况下,能够申请到一户70平米左右的房子。 记者在平壤街道上看到,平壤妇女大多烫发或扎着马尾,穿着衬衫裙子,风衣等工作套装,脚上穿着高跟鞋。 平壤的男士则更多穿着衬衫,深色套装,但也有人穿着西式长袖衬衫。 在一些重大节庆期间,朝鲜妇女还会穿上色彩艳丽,款式多样的朝鲜传统服饰,走上街头,再歌再舞,庆祝节日。 据当地市民介绍,朝鲜每周一到周六工作六天,每天工作八小时,周日法定休息。 一般来说,人们会在早上七点到八点上班,下午五至六点下班,每天早晚高峰时间,在地铁和公交站附近,可以看到在路上奔跑赶着搭车的上班族。 在朝鲜,作为平壤人最常用的交通工具之一,电车在朝鲜街道上随处可见。 记者在平壤火车站附近看到,一节节电车车厢红白相见,车厢外用红字写着为人民服务的字样,车厢内挤满了赶路的乘客。 平壤地铁也是当地人出行的重要方式。 据报道,早在1973年,平壤地铁就在中朝双方合作下完成建设通车。 是目前全球最深的地下铁,平壤地铁最深处达到了地下200米,平均深度超过100米。 进站后,乘坐一段垂直距离约100米的自动扶梯缓缓下降,电梯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个小喇叭播放朝鲜民族歌曲。 经过约2分50秒,可到达地下站台层,如不坐电梯,则需要徒步爬上300多个台阶才能回到地面。 一幅幅大型马赛克壁画,一座座艺术浮雕,加之各类巨型吊灯,让平壤地铁平添几分艺术气息。 平壤地铁没有任何广告,墙壁上挂一块电子板,显示了17个地铁站的站名。 只要按下目的地,就会显示乘坐路线,地铁实行单一票价,花五朝元即可任意乘坐。 地铁站的站名都和朝鲜革命历史有关,比如荣光站、烽火站、革新站等等。 站台上设置数个报刊栏,不少等车乘客围在一起浏览劳动新闻、体育报等报纸。 地铁站中,新旧地铁同时运营,旧地铁为红绿相见车厢,内部墙壁为木纹样式,座位为绿色皮椅。 新地铁为红白相见车厢,内部装有夜景电视,播放一些朝鲜动画,显示天气情况和交通换乘信息。 车厢内有粉色皮座椅和红色塑料座椅。 地铁中,人们或坐或站,也有不少人在低头看书或使用手机等电子产品。 除了公共交通,在平壤城区中也可以看到小轿车,街上甚至偶尔会出现奔驰、奥迪等进口车型。 在平壤火车站附近,记者看到了不少出租车,以黄绿车身为主,还有红黄、蓝灰等多个组合色。 工作之余,朝鲜人也会在闲暇时享受美食。朝鲜冷面、海鲜、烤肉、大铜腔啤酒等都是朝鲜人的最爱。 在平壤市中心的老字号冷面店预留馆门口,人们早已排起长队等候用餐。 冷面用黄铜色高角前碗盛上,牛肉、白梨、鸡蛋、黄瓜、泡菜在碗里依次铺开,再撒上芝麻和辣椒酱,还配有绿豆饼。 外国人光顾,一碗预留馆冷面价格近4美元。